然番剧场!然番啦! 这个方案唯一的缺点就在于 只要让其他的四大城市参与进来 往后星城西补给区产出的资源 同样要分配给其他的四大城市 无法让星城独享 就例如领东补给区 未来补给区等等补给区 基本都是当初五大城市合力建设 星城自然也在其中 所以每年都能获得各大补给区送来的资源 这种模式在初期效果显著 五大城市做到了协同发展 各大城市之间的人才也做到了互相流通 例如星城 除了补给区初期建设处理之外 每年培养的战士也会前往各大城市补给前线 成为那里的战士 这是一种正向循环 但这种模式现在看来 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了 前线补给区产出的资源 又能有多少真正落入人类的手中呢 未来星城西区产出的资源 即使被分配至其他的四大城市 必然有一部分会被那些坐享 齐城的领域潜伏势力吃下 但星城往西补给区的建设 势在必行 少不了其他四大城市的帮助 否则星城的资源会在短时间之内 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 所以该给还是得给 建设西补给区最大的好处就是 能够补上星城的致命弱点 粮食等问题 星城规划之初就已经想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 所以即使其他城市切断了对星城的粮食供应 星城那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后续也能够继续开垮新的种植区 扩大粮食的产量 保证星城的正常运转 但没有灵性资源 即使星城民众能够吃饱 发展的道路也会被切断 往后有了星城西补给区 即使与其他城市切断了联系 星城的发展也能够正常地运行下去 最重要的是 星城西补给区的所有权在他们手里 即使前期产出的资源分配给了其他的四大城市 但想要什么时候切断 都是由他们说了算的 这会是一张星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地牌 无论是从发展还是安全角度出发考虑 星城西补给区的建设势在必行 今天的最高会议上 已经敲定了星城西补给区的建设区域范围 地点就在淡绿色领域场所在的区域 这片区域背靠群山不容易四面还底 一手难攻 到时候建设一条迟达星城的运输主道 即可打通补给区与星城的连接 为星城源源不断输送资源 但是在建设开始之前 需要先将这座淡绿色的领域场驱散 关于这座领域场 丰奇没有在1500年之后查看过相关的资料 得到的资料都是军部初步调查之后获得的信息 军部将这座领域场取名为森林领域场 这个名字与领域场内的环境有关 丰奇在这时穿过淡绿色的领域场进入其中 短暂的阻塞过后 视线骤然开阔 呈现在眼前的是无数参天巨木 这里的绿枝茂盛 最低的树木都有百余米高 许多灵性绿植与巨木共生 生长或是缠绕在巨木上生长 除此之外 还能看到许多用藤蔓等绿植编制的木屋草屋 这些建筑就像是灯笼 垂于开枝蔓叶的巨树枝干上 视线拉近 能够看到许多长有透明翅膀的绿皮矮小身影 穿梭于巨木之间 这座领域场内的灵气含量极高 呼吸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灵气粒子进入到体内 在肺部流转之后 呆着灼气呼出 现阶段对这座领域场的了解较少 风气并未轻举妄动 这次到来 他没有学习木青横推一座领域场的想法 主要的目的是抓一只领域生物带回去研究 体表的血肉在此刻崩碎 化为金色的雾气朝着眉心汇聚 凝聚成了一枚精神结晶烙印 风气的身影在念动力的包裹下 悬空而起 沿途往前走去 手里的金属仪器闪烁着绿光 开始记录地形的情况 他手里的地形探测仪器 产自科技研究院 按时间算的话 应该是黑影掌握科技研究院 一段时间之后才研发出来的 探测装置 能够扫描近30米范围之内的仪器 然后生成三维建模数据 记录于仪器内 等出去了 只需要下载扫描数据 录入电脑 即可查看三维建模图 了解领域场内的地形情况 除此之外 这台仪器还有检测灵气含量等功能 是科技研究院最新款的设备 从某方面来说 黑影投入研发的这款设备 推动了对人类对领域场探索的进度 但是风气并不认为 黑影这是出于好心 黑影的想法 他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 他自然觉得 是人类攻略领域场的效率越高 自己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就越大 他完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投入研发了这款探测仪器 而这款仪器并非是 每一座领域场都好用的 有许多领域场 因为规则不兼容等问题 仪器带进去之后 就是一块铁割的 别说是扫描了 就连启动都难 飞行了一段距离之后 仪器上的铝灯忽然变成了红灯 只见金属仪器上方探出了一根金属管 随后一束铝光定位光线 从金属管的顶端射向了风气的右侧 顺着光线的方向望去 风气看到了一株鲜艳的彩色植物 这株植物有半米多高 叶片就像是染了油漆 泛着彩色光芒 能够看到 有许多飞虫萦绕着这桌绿植飞舞 它在这时来到这株的绿植旁 咔嚓 照相声响起 手中的仪器记录了这株 未在数据库之中出现的灵性植物 伸手将绿植连根拔起 风气将其塞入了背包里 短暂的停顿它继续启程 扫描地形 添加灵直图鉴 都不是它这次到来的主要目的 勘探地形 它也不是专业的 带一台勘探仪器进来 纯粹就是顺带做的一件事 它的主要目的 还是试着调查这里的领域生物强度 以及抓一时领域生物 带回去给星红研究院进行研究 森林领域场 是形成接下来攻略的首要目标 了解敌人 才能更好地驱散这座领域场 身形穿过树木 延伸的枝干与绿叶 它的视线 与一只绿皮矮小的领域生物 目光对视 近距离地观察 在空气之中勾露出复杂的发光轨迹 顿时四周巨木的枝干 开始快速蔓延生长 朝着风气缠绕而来 面对主动进攻 风气显得十分的从容淡定 它在这时朝前一抓 顿时念动力迅速锁住了 蓝皮领域生物的脖颈 念动力缓缓地收缩 绿皮领域生物的身体掉于半空 四肢奋力地挣扎 试图挣脱无形的束缚 但是在念动力的束缚下 它的挣扎显得十分无力 风气并未将它杀死 目光在此刻望向了 四面八方袭来的绿色身影 很快 越来越多的身影浮现 朝它所在的方向接近而来 风气的身形在此刻 快速朝后退去 至于被念动力锁住 脖颈的领域生物 也被它抓着 朝着领域场屏障的方向退去 领域场内的绿皮生物 也在此刻发起了进攻 无数身影同时勾勒树法 顿时森林里的绿枝开始暴涨 巨木如已知之 抓向天空的巨手 拔地而起 朝着风气接近 穿梭于举目之间 风气对于 绿皮领域生物的攻击手段 有了初步的了解 它们似乎能够用树法 控制绿枝生长与变形 使它们成为攻击性的武器 如果是在这座领域场内 与这群绿皮领域生物作战 它们会有巨大的主场优势 十分的难缠 但只是如此的话 它并不觉得驱散这座领域场会受到阻碍 在这座领域场上 绿皮领域生物作战